啊真的会有导演拍出来在楼梯上的吻戏啊 还是边走边脱衣服的一秒穿越进小说里 这个楼梯吻决绝是杀疯了 导演在一旁指导他们好多遍 意思就是在场人也看了好几遍 实名羡慕工作人员 但说真的他俩敢拍我都不敢看 谁懂张雨昕解头发的这一瞬间啊 两人真的是性张力拉满 不过张雨昕你怎么能和别人拍这么多吻戏 跟王子齐的吻戏次次都应控我几十秒 抽给王子齐紧张的 毕竟对面可是张雨昕啊 我每次一刷到他们视频 两人就是在床上亲亲 不得不说还是后期会剪辑 果然亲多了 五官都长得像了 在财务官环节里张雨昕把王子齐认成自己 什么本人都认不出来 而且刚刚好是亲亲用的嘴巴 如果说一个人认不出来可能是误差 但王子齐也认成了张雨昕又怎么说 这首好几个人同时都认错他俩 又是怎么回事 突然之间就更好嗑了呢 我不允许还有人没看过 张雨昕王子齐扫楼跳华尔兹 这一看就是结构搭配啊 俩人的颜值对我的眼睛真的很友好 光知道盯着姐姐的脸看了 都说张雨昕是小说女主脸 等王子齐站一起就是小说风拉满 楼里的朋友们还做了近江应援的海报 这还是头一次见悟到郑主面前的 所以他们也知道了自己是天选近江男女主吧 如果你看过他俩采访绝对会更疯狂 玩个你有我没有的游戏 全程就看他俩在那摸来摸去了 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嗯这到底是为了赢不择手段 还是说就想有接触啊 支持人说拍一个开心版本的结婚照 王子齐很自然的手就搂上去了 啊我不信有人磕不到 而且终于终于让我听到了王子齐喊张雨昕姐姐 真的差点忘了他们是相差五岁的结构链了 我发誓这俩人除了距离甜花絮也超甜 导演都在一旁笑的合不拢嘴了 天杀的 王子齐你竟然趁机找我女神便宜啊 就问谁看了张雨昕的脸不迷糊啊 决绝是美神将联 不管是左红毯还是参加活动的装扮 每每都让我眼前一亮 这脸真不是人爱合成吗也太完美了 张雨昕还背着我们偷偷去参加国风盛典 说实话他一出场 我还要许一色下时候古风圈又多了个大咖 原来是我们小说圈的大女主穿越了呀 张雨昕长这么美是有原因的 你见过张雨昕妈妈吗 据说雨昕妈妈有五十多岁了 当你见过之后 你看得出她五十多岁吗 这站起也太像姐妹俩了 要是我五十多岁长这样就好了 张雨昕长得好看就算了 她在娱乐圈的咖位也很舒服 主要是她还亲过程毅呀 光是这一点就得让多少果果们羡慕 她还扒过程毅衣服啊 更羡慕了 心里和程毅谈恋爱 你敢信还是程毅手把手叫张雨昕的 反正我是没想到啊 一时不知道该羡慕张雨昕 还是该羡慕程毅了 你俩是吃得正好 咱雨昕跟程毅可是老朋友了 两人已经三搭就差四搭了 还是在程毅红了之后被网友们硬抬上来的 于是就看到了两人一系列的文系 不管怎样受伤的都是我们啊 两人熟到了什么程度呢 程毅反正跟张雨昕相处的都会说东北话了 相认似的口头禅也给程毅选走了 真的希望两人能再四搭一步古装宣传去 并将两位装扮起来后都是古风的神 不敢想象那时我将会是个多么开心的小女孩 求求你们了就当时为了我 我印象不太熟 那个时候因为还是他跟我的对手戏不太多 所以就是远远的看到了一个 然后觉得是一个武功很强的人 因为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在拍打戏还是什么 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好厉害